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要准备好接收100万台湾来的难民 翻将新一郎在退役之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西方司令部的司令 直接面对的是中国方向 因此他对中国的话题是比较熟悉的 大概在这位翻将新一郎中将看来 波兰在乌克兰战争中发布的作用很值得日本参考 欧武战争期间波兰作为西方援助武器的中转战 向泽伦斯基政府输送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除了少数紧急军事援助使用空运的方式直接送到基辅以外 其他所有的武器 特别是坦克 装甲车 火炮这一类的重武器 都是通过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边境 进入乌克兰的利物夫州的 由于波兰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所以俄罗斯为了控制战争的规模和范围 并没有对波兰实施直接的军事打击 即使波兰派出了大量的军人秘密参战 并且在巴赫默特与俄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俄罗斯也没有把波兰当作正式的作战对象 波兰的本土一直是比较安全的 看起来波兰可以在美国的羽翼之下 放心大胆地干涉乌克兰战争 给俄罗斯造成损失 另外战争爆发之后 有大批的乌克兰难民向西通过边境逃进了波兰 这个为波兰带起了很多很大量的劳动力 所以总体来说 波兰除了有一些军人死在了战场上之外 是乌克兰战争的受益者 那么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日本有没有可能像波兰干涉乌克兰战争一样 采取行动呢 我想必须指出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乌克兰战争的性质 与可能的台海战争是完全不同的 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虽然俄罗斯领导人曾经指出 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存在缺少法律基础 但不管怎么说 联合国已经正式接纳了乌克兰作为成员国 并且承认了战前的俄乌边界 台湾呢 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海战争是中国的统一战争 是内政 任何人要想阻止中国统一 干预台海战争 在道义上和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中国的侵略行进 那么中国无论为此而发起什么强斗的报复行动 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日本如果想躲在东海的对面 一方面侵害中国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呢 还想从这场战争当中获取好处 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日本并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 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战败国 中国作为联合国案例会的常任理事国 随时随地有权力监察日本的内政外交 不允许它做出什么超出战败国本分的事情 日本现在之所以有胆量 讨论干涉中国的内政 干涉台海问题 仅仅是因为有美国的庇护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实施武力干涉 那就突破了中美关系的红线 中国也就无需顾忌军事行动 会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上 日本如若胆敢向美军提供情报 基地和其他后勤职员保障 那日本就是参战 日本的本土就将成为战场 到那个时候日本还有闲心考虑 如何收容台湾的难民吗 恐怕日本人要考虑到何处去避难更现实 乌克兰战场上波兰的所作所为 给中国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绝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波兰 毫无疑问 如果中方决定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 必定要向全世界宣布 这是中国的领土统一之战 任何胆敢介入参战 或者是向介入者提供情报信息 预警指挥武器装备 或后勤保障的支援者 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都将成为解放军 严厉打击陈楚的对象 日本如果幻想着中美两败俱伤 自己坐收余力 其本土还将安然无恙 那恐怕是自欺欺人 未来的中美竞争或者战争 不论谁胜谁败 都不会是日本的福音 都不会给日本留下趁火打劫的机会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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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